尊敬的郭老师 下午好 我是来自湖北武汉 我叫胡雨霞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学习 去年的这个时候呢 我是在网络中 看到您的视频 《道德经》的分享应用 我感觉到很震撼 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坚持看您的视频 并且入群 然后也参与打卡 学习 诵读《道德经》 妙节 我的问题就是 通过这快一年的学习 我的身心还不够柔软 特别是我现在是在带两个孙子 在姑娘家 姑娘是在医院上班 她的工作压力也很大 那我在家带两个孩子 孙子呢 压力也很大 所以之间总会发生很多冲突 面对这些冲突的时候 我都感觉到身心僵硬啊 都感觉到身心俱疲也很累 特别是在去年疫情的时候 我感觉 我们家就在医院旁边嘛 我们那个医院又是重点性的那个医院 所以看到那些 那个120啊 来来往往的呀 很恐惧 那个时候就是《道德经》妙节 帮助了我 那三四个月的时间 我不断地看啊 读呀 听呀 我觉得这段时间我是走过来了 现在呢 跟孩子相处 我感觉到有很多问题 冲突 身心不够柔软 我也尝试着《道德经》那个上善若水 水善力万物而不增 处众人之所物 我也想学 处下 不增 柔软 面对问题的时候呢 我尽量做到不增 可是 这些东西在我的心里 放不下 放不下我还是有挣扎 所以我想请教老师 怎样能够真正的身心柔软 和家人相处 身心不柔软 那是从小到大 不断地要增强斗盛的 习性积累下来 所以也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够马上说改就改 除非你遇到很大的挫折 很大的冲击 让你失心累费的那些冲击痛苦 你才有可能说很快改变过来 如果那个苦的剂量不够的话 那是很不容易改的 因为人那个自我 他就是要抓东抓西 要逞强 要主宰 问题是 他会积累很多痛苦 那积累很多痛苦之下 如果那些剂量不够 反正还是一样 继续用自我 用主宰 用强势在运作 所以你现在有因缘 学到道德经 现在知道说柔软的重要 但是还是做不到 没关系 这个就是要让自己不断地浸泡 要浸泡在那个道德经的 这个氛围里面 它会让你那个 这个浸泡它里面就含有水 所以它会让你僵化僵硬的身心 逐渐地逐渐地泡柔软 再来人要有常怀感恩的心 怎样能够由衷地生起这种感恩心 我真的是感恩不出来 感觉到 因为一般人总是看到 都是看到自己很行很厉害 看到自己的 都是自己很能 自己能干什么 自己能够做什么 都看不到 很多的因缘在帮助我们 当然这方面也是 本来正常来讲的话 这是要从小就要让小孩子 拥有感恩的心 这是教育要让小孩子 从小就要有感恩的心 吃个饭 我们要去了解 这些饭是怎么来的 不是说 我很行 我赚钱 我买东西 我哪里还需要感恩 不是这样 这种生命是很粗糙的 我们要了解到 这些食物 它是要透过多少的因缘 才能够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再进一步去看到 大地 天地父母 在化育万物 对我们 无条件 无所求的 把很多的甜美果实 给人类来吃 给动物吃 人真的要静下来 去看到 我生命能够存活 要有多少 善因善缘的支撑 我才能够活下来 我才能够存活 所以真的 大家要好好去 培养这个感恩的心 当你真正有感恩的心 人就不会这么的僵化僵硬 他就会知道 原来过去 我们看法是多么的肤浅 我们只看到了 有小小的范围 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存在 是要这么多的因缘 来帮助我们 所以《道德经》17章里面 就有提到 太上不知有知 真的那些对我们生命 非常重要的元素 一般人是看不到 感受不到 所以不知感恩 就会活在人的 那个自我意识 自我强大的 那个世界里面 认为自己很行 自己很能 就要主宰 所以像这一种观念 因为跟 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是不一样的 就会形成 所谓的背道而驰 所以你那个自我越强势 主宰欲越强 你个性越强 越厉害 后边 因为这是背道而驰的方向 所以后边 就会有很多的冲突 痛苦 来折磨 所以希望大家在遇到冲突 痛苦 折磨的时候 请大家要静下来 反观我们自己 我们有哪些观念 做法 作为 不符合 天地 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也就是不符合 这个宇宙的运转法则 你从中去深度的解析 你才会看到 哇 原来我们积累了很多错误的观念 就是那些错误的观念 用那些错误的运作方程式 自己把自己的人生经营得很痛苦 不断地在恶性循环 这个就是没有开启智慧的话 你没有学到高等文化 没有学到生命实相 宇宙的运转法则的话 我们很多的作为都是用自我在 自以为是的冲冲冲 后面痛苦就会提醒你 哪些是错误的 你从中去反观 从中深度去检讨原因 你就能够检讨到 原来我们用的观念之间是错误的 希望大家从痛苦失败挫折的情况里面 或是我们的作为带给家人痛苦的情况 从里面去反观 这样的话 你的智慧就会逐渐成长 我们周遭的人还有自己呢 也就会逐渐的痛苦冲突就会逐渐减少 你就会越来越幸福 人要有懂得感恩 你真正懂得感恩 你的个性就会越来越柔软 老师 感恩我都不是那种由衷的 我也在练习感恩 比如说喝水 吃饭 那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练习感恩 我每天早上喝水的时候我就感恩 感恩一段时间 我有时候给忘了 忘记感恩了 我都喝完了水 我都想起来 哦 今天没感恩 这怎么回事 忘了后边再补吗 我是这样的 吃饭有时候也是的 我是说 吃完了饭我想起来 我今天没感恩 说明这个感恩还没有注入到我的心里 当然 我想这种感恩要是从我心灵深处发出来的这种感恩 才是最真实的 我想要找这样的感恩 对 可是我现在做不到 做不到 先假的也没关系啊 谢谢老师 所以我一直在这种拉扯 我说我这种感恩是假的 没有发质于内心 没关系啦 先假几次啦 假久了之后 自己就会不好意思啦 如果是这样的 那我还是要坚持练习 对对对 坚持继续讲 我在我的饭桌上 我给我们小孩 我要回家以后 我也写上感恩词 让我们家那个孙子七岁 他很调皮的 我要陪他一起读 大声地读 读完了在那吃饭 我也把这个好习惯 坚持下去 对 真的 小孩子 本来教育 小孩子 是要从胎教就要开始的 小孩子的教育 是要从胎教就要开始的 所以父母亲本身的学习 本身的成长很重要 如果父母亲本身没有感恩的心 你要教小孩子有感恩的心 那是不可能 所以本身父母亲是要学习 要成长 当然就像你刚才所讲的 感恩 但是一开始还是没办法由衷 这个已经不错了啦 先假的也没关系啦 但是几次之后 慢慢的 一方面 你也会弄假成真啦 然后一方面 你透过继续的学习 慢慢的 你就会由衷的生起感恩的心 就是要有一个开放的心 让自己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成长上来 OK 好 谢谢老师 感恩 真真正的感恩就是了 我们期待了 你以前曾经看到 श此